這個是我是嚴重懷疑這個週刊的動機 因為前面是林芝廟 然後現在是高宏安 他不知道是對誰示好 而且今天又傳出 他為了搶頻道做出這種事情 因為這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坦白講 就是民視跟周宇寇內視 也是媒體公信力的問題 是誰在濫用媒體平台 那這個週刊也是一樣 他是不是因為有別的媒體的目的 所以為什麼你打的通通都是 這關鍵的候選人 林芝廟民調也是領先 高宏安民調也是領先 那你就幹嘛打擊的對象 就是這兩個人 所以這個令人家懷疑 而且就是民進黨很在意 對 很在意 想要贏回來的 一個是林芝廟的地盤 一個是已經丟失很久的民主勝地 宜蘭 鄂建民 宜蘭 老陳 我覺得現在就是執政黨的做法 就是第一點非常shadow 膚淺 第二點非常殘酷 第三點就短線操作 需要得到的就是短線的利益 而且就不擇手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今天最大的 糟糕的地方就是他的核心價值 core value 被弄去了 你看他的core value是什麼 是獨立 是綠能這些 這些都沒有辦法站不住腳 但第二點是治理無方 他治理的能力沒有啦 完全靠小編 靠網紅 但我覺得今天民進黨如果還有兩個月 要好好幹 要說要挽回這個殘局的話 你起碼像陳時中要有勇氣說 焦糖哥哥還有那個四叉貓 從今天起 因為他不是他們的employee 不是他們的員工 所以他不是說四叉貓 你明天不要來上班 但是應該給四叉貓跟焦糖哥哥 稍微講一下 給一點臉色 說你 你的好心 我心領的 但是你不要幫到毛嘛 所以如果像像焦糖哥哥 如果他是的話 他就應該勇敢的講說 你明天起不要來上班了 網路社群部的頭牌 我知道 但是就是越頭牌 就是越頭牌 你就奇怪了 你的邏輯有問題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越站在高位 越重要 他的傷害越大 你知道嗎 所以所以今天民進黨就搞得 他因為開始的時候 利用這些就是非常非常順利 所以持隨吃味搞到這變成尾巴咬狗 對啦我剛剛就要講 這是尾巴咬狗 本來是狗咬尾巴 尾巴咬狗 尾巴咬狗也跟著咬了 或是我們有一種傳統 叫養庸遺患 你把那個長越遠 因為越來越來越來 最後變成一個大患 來施寶兄 我們看得到鏡頭牌 是今天是 竟然還有那個張善政也是他 連續三年 你發現他所打擊的 通通非民進黨的 非民進黨的 那他沒目的 目的大家都很清楚 為了搶這個台 不是舞台對不對 而且今天有陳家華 時代力量的立委爆料 在總職員的時候講 說有錄音的 所以裡面說要金週刊的 金電視的高層透過小英 下令書專商說要把這個頻道 五十五要給金電視 就這樣子 這事實就這樣出來了 那我們國民黨會在明天 會要開個記者會 探討這個事情 他不是透過小英 民進黨會說他狡傳聖聖聖 因為是他講 他切割啦 總統府現在切割 我們在一次 我的重點放在哪裡 放在說 華視是孫頓商勤訂的 今天市的五十五台 是小英體系要的 每一個人都要一個媒體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認為他們怕 球後算帳 下台以後會不會算帳 有一個媒體在自保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